上個禮拜的這個錄影我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所以第一次會寄給各位 第二次以後你就自己決定自己要不要再收到 如果你覺得不想收到那你就不要加 OK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的雲端上面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然後教學論壇點開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我們上課的那個錄影的連結的論壇 這個論壇是只開放給我們目前上課的學員申請加入 如果不是這上課學員的話就不給加入 那原則上我們上個禮拜的課程第一次就是在這邊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假如留意沒有信箱的話 應該會收到這個連結第一次上課 那如果今天你自己加進來 有加進來的同學就會收到第二次 一次幾次啦 反正我們幾次上課就會有幾個這個影片連結 那理論上我的結構 反正前面一定是第幾次上課 OK 然後上課的內容會顯示在這邊 那底下的話就是我們上課的播放清單 那總共假設有七段對不對 那就是有七段七個影片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從頭看你就按全部播放嘛 那如果假設你不想從頭看 你說老師我有些地方OK了 我就跳著看也可以啦 甚至我覺得YouTube好處是你可以快轉嘛 你可以倒帶嘛對不對 然後你反正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學習啦 你不需要像以前一樣從頭到尾看對不對 以前的話就線性的嘛 從頭看那看看你又要再來一次很麻煩 那現在的話我是覺得你哪里不會 你再回頭看 或者是建議你乾脆做一遍看看 如果做一遍發現這個地方卡住了 你再回頭看也OK啦 甚至有同學還做筆記喔 然後你可以暫停把它截圖下來 你可以貼到你自己想做筆記的地方 其實也都可以啦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確保你這個部分是真的學會的啦 OK 那我們後面的話程式就會越講越深入 越講越複雜的程式啦 所以我是建議你一定 假設你上課時候有些地方漏掉也沒關係 反正你回去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好 複習一下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知道雲端的位置 OK 論壇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將來安裝環境這邊有嘛 然後相關的範例檔啊 之前舊的講義 這是PDF檔 或者補充資料 那最新的講義的話 其實就雲端白板 那這個雲端白板的好處 就是會跟著更新 比如說我今天上課 剛好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要update的話 那我就直接update了 它的好處就是不像以前的講義 其實它就講義啦 只是說講義 它沒有辦法說給你們之後 我要更新的話 哇 要怎麼辦 如果我要update你們講義 我不可能全部收回來 我是重新再貼嗎 不可能 那雲端的部分呢 就是會比較能夠跟上 我們現在實際上發生的狀況 因為像TrackGPT好了 它有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缺點 因為你們問的跟我問的結果 會不一樣 理論上應該都不會一樣 但是結果可能會是一樣的 OK 那不一樣的地方可能是它敘述的方法 用的變數名稱 或者是註解 有沒有 也都不一樣 不過不影響 反正最終我們要對就OK了 理論上會這種狀況 所以呢 我會把我的當下那個版本 會把它紀錄下來 所以給各位參考 那假如說你跑出來的版本 一直錯誤有bug 因為之前好像同學就是 他沒有login 他沒login 好像給的版本都會比較差 不知道為什麼 OK 沒有登錄 沒有登錄TrackGPT的話 他說得到的版本好像有問題 那我說沒關係 不然你先用我的 要不然你就是直接登錄算了 反正登錄你用Google帳號 應該也不麻煩 而且它現在最新的版本是O1 它叫什麼 OpenAI O1 又比之前的那個4.0還更厲害 但是至於厲害的 有多厲害 其實對我們目前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影響不大 因為TrackGP幫忙產生Python 3.5就已經很厲害了 而且你用到4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 夠了的話 我覺得它只是說 在其他地方 比如說它在影像有沒有 產生一張圖的時候 你敘述給它 它會幫你產生圖這個地方 真的厲害很多 或者是幫你產生影片的地方更厲害 但是跟我們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上課沒有在教那些 所以寫程式這部分 我是覺得已經相當成熟了 因為這個部分 你說再怎麼樣改 它也不就是該怎麼樣寫 就滿固定的 所以如果假設比較固定的這些規則的話 我是覺得AI算是很適合 但是如果你那個規則不確定的 或者是需要有一些人的創意的話 那個AI可能就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其實它已經超過它 因為我感覺它其實就是大數據2.0 它就是把大數據幫你做一些機器學習 深入學習之後 然後你告訴它規則 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告訴你答案 當然這個是比較好的 你怎麼知道比較好就是學習過程 因為我要告訴它說 這個是比較我要的東西 OK 那當然目前好像應該你在使用過程當中 其實它也在進行學習 所以它的版本可能也會更好一些些 但是因為你們在使用過程當中 當然有一些公司已經慢慢擋OpenAI的連線 因為怕說有一些治安的問題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蠻多同學常要問說 老師那我們公司沒辦法用那個連到QGP 怎麼辦 那就不要用了嘛 也不可能 你們公司擋是你們公司的事 你自己手機沒擋就好了嘛 你的電腦沒擋就好了嘛 除非說你們公司也下令說 上班一律不准使用 可是這應該也不合理啦 為什麼因為現在AI 對 發現QGP真的蠻好用的 當然啊 甚至工作上面都 都可以啊 你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 以往可能你要 以往你可能只要是想要Google的東西 你就不要用Google 所以以後看起來好像直接取代Google的 應該就是QGP的啦 OK 會幫你整理出一個那個 一個系統 對然後比較比起以前的Google的結果好太多了 因為Google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堆 然後你要自己去點 點開來的時候還不知道說哪一個台是你要的 對 對 那現在AI等於是已經告訴你啦 反正就是這個就對了 對 如果你覺得不好 你還跟他講說 你這個不夠好 可不可以幫我再增加或者再減少 他也可以馬上給你另外一個更好的東西 如果是錯誤的話 他也會幫你把錯誤給修正 我是覺得 其實目前來看已經算是很好用了啦 OK 而且未來像現在新的O1 他強調是說 你只要把手機鏡頭打開 他也可以看到你 他可以跟你互動 而且更厲害的是說他會講話 然後講出來的聲音不是機械聲 是真的像一個人好像就是 而且有情緒的 有情緒這件事情其實就蠻恐怖的啦 OK 所以以後變成說他有視覺 然後他有情緒 有視覺有情緒 那跟人幾乎很誇一樣了嘛 而且未來會不會有觸覺有沒有 其實有機器人是可以有觸覺的喔 你可以把他摸到的感覺這什麼東西 軟的硬的回船OK 他也是有觸覺 甚至未來會不會有味覺有沒有 哇那這些感覺都如果可以的話 那不得了了 他其實跟人有什麼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當然是目前還正在進步當中啦 OK你可以想見 他的進步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有沒有 其實你說CHAVT3.5 去年11月才推出來了 有沒有一下子馬上兩億個會員 達成速度太快了 哇超乎人想像喔 那你說還算是還沒滿周歲了 你看他已經演變成怎麼樣子了 對不對 那在未來三到五年的變化 哇真的沒辦法想像 OK喔 那接下來今天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 假如說你有一些地方沒跟上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你要先確認 你有沒有把我們的拍廠環境建置起來 那很簡單有個懶人包 拍廠環境至少十種以上 能夠寫拍廠的太多了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最簡便的啦 OK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你習慣的也沒關係啦 比如說像那個微軟 它有出一個叫什麼 Visual 什麼 好像是什麼 Visuals 什麼的 然後還有像其他的那個 也可以用那個 微博的環境也可以 也可以那個 但我現在用的環境呢 它是懶人包 你下載解壓縮其實就可以喔 那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是把環境建置起來 打開那個Spider 它其中可能會需要設定的就是 把它的路徑做修改 預設在D喔 如果你現在D那就不用改 如果你要改成C就修改一下 另外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這個運算池 就加減乘除 還有除除有沒有 還有百分比 還有星星 兩個星號有沒有 就幾次方嘛 那這個運算池的話呢 我們假如要使用的話 並且結合變數 上個禮拜還有特別講到有整數 有小數點 浮點的 然後還有文字 那如果假如你要串接的話 或者你要計算 那你要特別注意一定要轉型 上個禮拜至少有三個轉型 比如說你要轉成文字就STR 轉成整數就INT 轉成浮點 有小數點就float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所謂的拖曳資源 像換航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繼續再來看第二個單元 OK 所以如果你要找相關的參考 我是建議你直接打開雲端白板的第二單元 那首先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是要寫一個簡單的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的話呢 就是要判斷呢 到底年 你有沒有滿 有沒有成年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的部分 在這裡 OK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裡有沒有 第幾頁呢 第七頁的地方 OK 那我就問了CHARTVT 請幫我寫一個那個判斷年齡 然後你可以發現 他馬上幫我把這一段程式寫出來 那理論上跟我寫的 其實應該是一模一樣 我想要寫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寫一段 能夠判斷是否成年的一個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特別注意 因為你需要讓那個派上取得你輸入的資料的話 第一個呢 你必須用一個 function 叫做input 這個input實際上就是會跟你要資料 所以如果你用input的話 後面刮斧裡面呢 就是請輸入年齡 所以如果你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現請輸入年齡 冒號有沒有 那實際上 如果你假設你今天用的input有沒有 然後他會在控制台裡面 會顯示出你刮斧裡面的這一段文字 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輸入好了 假設我輸入15歲好了 給輸入一個整數 那輸入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input的這個函數 它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給15的話有沒有 它會得到 但是問題喔 如果你輸入的是15的整數 但是input的預設會回傳的一定是文字喔 所以它會丟給h喔 一定是一個15的文字 OK 這個是規則 你不要問說 老師為什麼它會這樣 這個是它裡面定義出來的規則 這個input已經定義好了 你沒辦法修改 OK 反正你就要follow這個規則 你要說 如果呢 假如我回傳的是15的什麼 15的文字喔 那我丟給h的話 那h裡面呢 就會是15的文字 這個問題我等一下要做邏輯判斷 那如果邏輯判斷呢 假設它是15的文字的話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是文字 你就沒有辦法第一個 做加減乘除的運算 有沒有 你15你沒辦法加減乘除嘛 第二個的話呢 你沒有辦法比較大小 OK有沒有 如果你要比較大小的話 那記得喔 一定要先把它轉換成整數好了 因為它是整數 我們輸入整數嘛 那我們就輸入整數 所以外面記得要包一個int的一個函數 然後呢 把它轉換啦 其實int就是轉換嘛 把15的文字轉換成15這個數字 所以h裡面呢 就會放的正確的形態 OK 那底下的話當然我要判斷的話 所以我要怎麼判斷說它是否滿啦 所以你們可能要自己 以後要習慣一下 反正邏輯判斷是最基本的 如果將來你不會邏輯判斷的話 那變成… 你就會沒辦法 就是程式它主要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就可以做判斷了喔 那判斷的語法 當然我們要判斷有沒有比… 如果成年跟未成年 那兩種方法 一個是有沒有大於等於18 所以你假設基本的語法一定是if 你先打一個if 後面空一格 然後呢 你就把h這個變數拿來做判斷 所以我就把h拿到這邊之後 判斷因為它是數字嘛 所以它是不是大於等於18 後面請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後面請你再加一個冒號 這是固定規則 這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會寫VBA 你可能就是一個Zen 有沒有 Zen 或者是以前Java的話 就大概類似一個大瓜糊的開頭 反正這個只是符號不一樣 你Enter之後的話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你以前有會寫Java 或者C++的 以前都一堆大瓜糊有沒有 那我覺得拍像 因為以前寫大瓜糊真的很麻煩 以後大瓜糊有開頭跟結尾 那每次都忘了加尾巴那個 就會一直錯 錯了就會一直很麻煩一直蓋 然後一直 哇好多好多大瓜糊有沒有 但是拍像很厲害的地方 它不要用大瓜糊 這樣的話 你程式看起來就精簡很多 那記得Enter 那特別是你Enter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一定會縮排 前面這邊不是會多一個 有沒有 它其實等於是四個空排 那特別注意 這個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沒有縮排 程式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用來判斷說 你這個邏輯判斷的下一階 要做什麼 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 我把它print好了 也許我希望呢 如果它是大於等於18的話 那我就輸出一個文字 大於等於嘛 就成年好了 我們就不用打那麼多 OK 就打一個成年 OK 然後要不要驚嘆號一下好了 OK好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Enter之後 那記得喔 如果反之的話 特別注意喔 反之跟if是同一階 所以如果同一階 你一定要按backspace 有沒有 同一階 你不能裡面 如果是下一階 在它下面繼續執行 如果你要反之的話 就else 記得喔 這個else 有沒有 其實你打它會提示 else冒號 反之要做什麼呢 反之就是輸出什麼 成年 未成年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print 來這邊加一個 複製過來有沒有 複製我一般就拖拉加砍錯鍵 然後加一個位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個程式邏輯 這樣就寫完了啦 OK 所以我們來執行 其他應該沒有問題 執行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執行這個程式 那就可以輸入做判斷 請問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程式 待會我們再把這個程式 至少會說個修改好了 如果不是這麼單純 成年跟未成年 我希望喔 成年的部分可以拆成三個 一個是壯年 一個青年、壯年、老年好了 那分別又有不同的條件 那我應該怎麼做 然後就要做一個小皿 然後就要做一個小皿 是要對? 一些小的方法 加上嗎 就要做的